1973年,李德生乘坐专机前往南京,当晚许室友就位,李德生摆下接风宴,因为许室友和李德生是河南老乡,所以在战争时期,结下了身后的战友情,就在两人都微醺的时候,李德生突然说道,你知道为什么毛主席派我来吗? 许室友忽然露出示然的表示,但是却什么都没有说,那么到底毛主席为什么会派李德生前往南京? 李德生究竟又是谁呢?1973年5月5日,毛主席找到李德生,分派了一个特殊的使命,毛主席对他说,德生你去南京找许室友,让他借酒喝酒对肝脏不好,李德生默默点头接受了这个任务,第二天一大早,李德生登上飞往南京的航班,见到了许室友,许室友非常高兴,当晚他在招待所,设宴招待李德生,进入宴会厅,李德生眼前的景象, 是两瓶茅台酒,李德生早已听说过许室友爱酒,而且在土地革命时期,军中是禁止饮酒的,但是许室友是个例外,毛主席特批准他喝酒,但也多次嘱咐他少喝,并与他约定战前,战中和战后不能喝酒,同时李德生也知道,许室友是个豪爽,喜欢畅饮的人,所以他并没有推辞, 上桌后便一饮而尽,杯子翻过来,一滴不剩,他又倒了一杯酒给自己,对许室友说你知道,毛主席为什么派我来吗?许室友笑着回答道,就是为了这个,李德生端起酒杯,郑重地说, 主席特派我来劝你少喝酒,希望你以后注意少喝酒,更不要喝闷酒,突然许室友的脸色变得阴沉,主席劝我少喝酒,不会是在怪罪我吧?李德生再次郑重地回答,主席派我来劝你少喝酒,是因为担心你喝闷酒对身体不好,许室友顿了一下,若有所思,但很快又恢复了他的豪爽,少喝嘛不是不喝,我还是老规矩,什么时候喝,什么时候不喝,我自己心里有数, 有所说的老规矩,指的就是当年在延安,与毛主席关于喝酒的约定,许室友和李德生一起,喝完了最后一杯酒,笑着互相道别,于是李德生就在南京只待了一天,于是便乘坐专辑返回北京,随后许室友在南京,显然大大减少了饮酒,他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,当毛主席在北京得知许,室友的身体状况好转后,他也感到非常高兴,李德生也多次写信表达, 对许室友的良好表现的赞赏,1973年李德生到南京军区,探望老领导许室友,毛主席让我劝你少喝酒,那么为什么毛主席会只派李德生前往呢? 李德生和许室友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? 原来李德生和许室友都是大别山贫苦的农家子弟,李德生出生在新县许家瓦,离许室友的村子仅咫尺之遥,虽然两人都加入了红四方面军,但是在红军时期,李德生只是一个通信牌的战士和班长,而许室友却已经担任了军长等高职。 许室友不熟悉李德生,但李德生对许室友的传奇故事了如指掌,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,1954年4月,十二军从朝鲜返回国内,驻守浙江省金华、江山和江西省上饶地区,隶属于南京军区指挥,这时许室友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,终于有机会真正接触这位老乡,了解这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表现卓越的师长。 通过这次的安排,两人有机会正式相识,并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。 当时十二军从物产丰富的浙江,被调往物质条件艰苦的苏北地区,上级规定他们携带行军用具和足够的日用品,以避免对当地群众生活造成影响。 李德生遵循军委指示,准备齐全携带所有物资,此外他还细心地留意到苏北防区地面裸露的问题,因此让战士们从浙江带来一些草皮。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十二军德行动,居然被人告发到了军区,有人称他们一房使,掠夺了当地的粮食,甚至连土地也不放过。 得知这一消息后,许世友大怒,立刻将李德生叫到南京,并对他进行了训斥。 李德生默默接受了这无端指责,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做任何辩解。 等到许世友的怒气稍稍平息,李德生才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打算。 几天后许世友亲自前往十二军驻地考察,亲眼目睹了苏北地区地面裸露的现状,于是他立即向李德生道歉,承认自己再不了解。 真相的情况下错误地批评了他,这件事加深了许世友。 对李德生的理解,也使得两人的关系更加融洽。 这次事件不仅彰显了,李德生的成熟和忍耐,也展现了许世友作为领导者,勇于接受错误和道歉的素质。 他们从此之后更加坦诚相待,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。 1973年李德生到南京军区,探望老领导许世友,毛主席让我劝你少喝酒。 那么为什么毛主席?那么到底毛主席为什么会派李德生前往南京? 李德生究竟又是谁呢? 李德生当年仅仅14岁就,依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,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。 他在师部的交通队中担任传令兵,虽然不需要亲身冒险面对敌伙,但他们的工作绝不轻松。 作为传令兵,他们背负着传地,首领重要指示的重责。 如果真的打起仗来,他们随时需要冒着,炮火穿越到前线,传达作战命令, 丝毫不能有差错。 最糟糕的情况下,如果一个连队的指挥官受伤,传令兵必须具备接替指挥官的能力,以确保战斗的胜利。 虽然当时的李德生只有14岁,但他的表现比很多老同志还要出色,因此得到了上级的赏识。 1932年16岁的李德生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参加了红四方面军。 1934年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中,李德生始终坚守在队伍中,他面对这样艰苦的生活,从未抱怨过一丝一毫。 相反在其他战友吃光干粮之后,他慷慨地将自己节约下来的半袋粮食分享给他们。 长征条件极为恶劣,但凭借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,李德生成功地跨越了万里长征的艰辛。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许是有何李德生,虽然彼此不相识,却共同努力保卫了新中国的大好和善。 尽管两人分别在南北方负起保卫祖国疆土的重任,他们的相遇次数也变得愈发稀少。 然而这两位经历过百战的将军,都在实现毛主席,对他们的殷切期望时,无私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。 他们的道路漫长而艰难,但是他们的军功卓著,以坚定的信念守护着祖国的疆土。